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宝庄成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709集 啊,是我娘家的亲戚,在县里农机场上班 只有个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 去年死了老婆,南方今年45岁,是城镇户口 陈大嫂赶紧解释一下 陈旺达的眼神没那么吓人了 田二嫂也没办法嘴硬下去 南方有正式工作,还是城镇户口 就这两条拎出来,就比田老三强好多倍 这年头,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天差地别 有工作和没工作,也天差地别 大学生金贵,因为一考上大学,这两样都不用愁了 社会的主流想法就是,户口工作是最值钱的 陈大嫂说的这门亲,还有个比田老三强的地方 南方只有一个独女,已经参加工作 这就不算负担,不像田老三家,还有两个脱油瓶 有人替陈大嫂说了句公道话 这门亲事不差呀,阿芬答应了 陈大嫂觉得委屈呢 刘勇媳妇就跟我卷回来了,答应啥呀 陈大嫂不高兴就是这一点 她介绍的又不是像田老三这样赖皮狗 条件也不差,见一见男方咋了 要不是夏小兰是高考状元 她亲戚就算是二婚,也不用找个离婚的农村女人呢 田家气势汹汹地来 田二嫂的质问,全被这个县城男人的条件搞得哑口无言 田二嫂强行挽回点颜面 在那嘀咕,肯定是有啥短处才要找个离婚的女人 别人的短处我没看见 不过田三说的,我不说短处吧 就是挺不合适的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我妈再婚的事让大家费心了 但她过完年就要跟我去京城生活 现在呢,真没有再婚的想法 夏小兰不知道啥时候到了 村长家围了不少人 没瞧见她躲在人群最后 陈旺达打骂田老三 就有人去夏小兰家通风报信了 她慢慢赶来,正好遇见最精彩的部分 在外人看来 陈大嫂要给刘芬介绍的对象也不算差 可就像夏小兰说的 她妈妈都要跟着她去京城 找一个安庆县的只为结婚而结 还真没那必要 夏小兰的话 让田老三都愣了 刘芬要去京城生活 陈旺达其实早有预感 小村子是留不住夏小兰的 但没想到宅基地和田地 连刘芬都留不住 你妈跟着你生活也是应该的 不过你不用那么急 要是没准备好 就让你妈先安心在村里住着 我看谁敢打不要脸的主意 谢谢陈爷爷 京城那边住处已经找好了 我妈去生活是没问题的 陈旺达一直对他们很照顾 夏小兰不是来和陈旺达吵架的 那明年春节还回来过吗 这个还真说不好 夏小兰本人都不太确定 应该会回来 还要给我老爷和姥姥扫墓呢 陈旺达松了口气 刘家二老的墓还在七景村呢 刘家子孙肯定要回来 不过估计也就仅限于一年扫一次墓 陈旺达心里有很多想法 却没有要求夏小兰做什么 现在说那些还太早 也容易引起夏小兰的反感 夏小兰和陈旺达说完话 村里其他人的好奇心都止不住 小兰娜 你要带你妈去京城住啊 这闺女啊就是有出席 你舅舅一家去不去啊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昨天去说梅 李凤梅一口就拒绝了 因为刘芬要去京城 陈大嫂心里还是有芥蒂 好好把话说清楚不行啊 硬邦邦的给她拒了 她亲戚条件哪里差了 条件是不差 但一个在京城 一个在安庆县 要走到一起 的确没啥可能 南方是正经的工人 哪能为了和刘芬结婚 连工作都放弃啊 普通人想把工作调动去京城 也机会渺茫啊 陈大嫂算是彻底死了心 夏小兰当众 把要带刘芬去京城生活的事 说出来就是想高高兴兴过个年 不管好心还是恶意 其他上门说亲的人都免开遵口吧 大过年的夏小兰不想破坏气氛 才用了这种法子 却不想有人脸皮比较厚 陈大嫂都知难而退了 田老三却激动得很 去年夏天 夏小兰家房子刚修好 吃上凉酒的时候 田家就有了这想法 不过房子一修好 刘芬也没在乡下住 田家才没机会对她提出来 昨天田老三远远瞧见刘芬 感觉刘芬现在比年轻时还出条 同龄的女人里绝对是漂亮的 她那心思就更压不下去了 去京城好啊 田老三没工作 她本来就想入赘留家吃软饭 在农村多少还要干点活 去京城就是想服务 田老三更不想放手了 刚刚还被陈旺达打得嗷嗷叫 可利欲熏心 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她从人群里扯出两个半大的孩子 往夏小兰面前一推 你俩好好求一求大学生姐姐 她要是同意给你们当姐姐 你们就有饭吃 有学生 就能过上好日子 当把子没本事 这个年是过不下去了 她要是不同意啊 我就抱着你们跳河去 免得你们两个跟着我这个当怕的 活着受罪啊 田老三推出来的正是她的一双儿女 就算农村条件不好 这两个也是夏小兰见过比较惨的孩子了 大冬天的谁不穿棉衣啊 田老三的儿女还穿着单衣 衣服破脏得看不出原色 被田老三打惯了的 看见田老三就害怕 听说田老三要抱着姐弟俩跳河 小的那个吓得直哭 夏小兰认识这俩孩子 刚回七景村的时候 她在村里收野鸭蛋和黄扇 村里的孩子是捡野鸭蛋和挖黄扇的主力军 这俩孩子卖过野鸭蛋给她 田老三的女儿田小燕 已经十一岁了 其他人家像这么大的孩子 都快小学毕业 田小燕却一天学校都没去了 田小燕的弟弟直哭 田小燕却睁着大大的眼睛 你当我们姐姐好不好 我想吃饭 我想上学 我不要被淹死 小兰姐姐 我求求你了 你是个大好人 田小燕扑通一声 跪到了夏小兰面前 冲着夏小兰磕头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都没料到田老三有这么不要脸 夏小兰没把田小燕给扶起来 只能避到一边 她受不起田小燕的磕头 弟弟 你也快求求小兰姐姐 你不是想和涛涛一起玩吗 小兰姐姐把我们接回去 你就能和涛涛一直在一起了 田小燕把哭闹的弟弟 也扯到地上跪着 两个孩子憋着全身力气 砰砰砰磕头 除了磕头声 全场安静得可怕 夏小兰脑子也发晕 这简直是道德绑架 没关系 舐小兰 小兰 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